透过行车记录器画面可以看到大车开在国道1号上 直接一辆轿车不明原因 切车还逼车就直接挡在大车前方 轿车的驾驶甚至还直接将车停在内侧车到下车来呛瞎 更挥拳重重地打在大车的挡风玻璃上 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生气 被砸的大车驾驶事后也报警警方连日来 好不容易追查到这名挥拳的男子 而他的身份呢还是一名妨害自由的通气犯 我们先带您来听一下警方访问 驾驶大行车遭一步自小客车蓝车阻挡于内侧车道 并下车毁损车辆案 经本大队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及行车记录器清查 掌握卸性犯前涉案前宜重大 且正因妨害自由案通气再逃 卸性犯前于犯案后频繁变更住处 经本大队数日更坚及埋伏 于1月31日晚间在台中市污日区 将驾驶犯前弃拿归案 好的根据了解呢 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月25号的凌晨 驾驶男子呢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在国道上呢一下蛇行 一下骤软减速 让其他四辆大型车相当不满 觉得这样的行为相当的危险 想要将人拦下来 没有想到男子却因此爆气 不但直接将车停在国道上 甚至还下车挥拳 打破其中一辆大车的挡风玻璃 是由警方接获报案 连日来追查 待不到28岁的驾驶男子 而全案呢 也依公共危险 妨碍自由毁损罪呢 以及妨碍自由的通气罪协 移送地检署侦办